男嘉宾小安 23岁来自吉林服务员 女嘉宾小高 23岁来自黑东江自由职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对面这个男生 跟你是什么关系 夫妻 结婚多久了 结婚一年 今天谁要来的呀 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他从结婚之后 跟结婚之前变了一个人 我俩结婚之后 不到一个月 我发现我怀孕了 但是他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对我不管不顾 回家躺着就会玩手机 我让他给我倒洗脚水 你不会等一会儿吗 后来就是我睡着了 他也没给我倒 孩子怎么样 孩子已经被 让他气得已经流产了 自己流掉了还是 他气管不好 然后我托我妈妈 从很远的地方 给他买药回来 吃上半月好了 然后他就开始抽烟 然后第二天早起来吧 他去上班 我先给他发微信 看他气管怎么样 他不回 打电话不接 然后我就下楼去 他的单位找他 然后我就从楼上摔下了 哦 孩子就没了是吧 对 去年夏天吧 五波骨摔了 摔骨折了 我回我妈家养病去了 我让他去给我热饭 进屋吧 就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呢 过完瓢盆一顿甩 吃完之后告诉我 你吃不吃 你不吃我走了 那么我上班时间着急嘛 过完瓢盆就没轻发 然后等到就是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他把他同事领到我们家去喝酒 床顶上什么花生皮子 瓜子皮子都有 等我一回家 我说我这怎么睡呀 也没法睡呀 他再告诉我 啊那个 你就不会等着我明天晚上 下班回来的时候再跟你收拾吗 我说那今天晚上我睡哪儿啊 收拾啊 我说尾巴骨摔完之后 我连站都站不住 还有吗 我要是晚上睡着了 他会从我微信里头偷钱 这叫什么偷钱 你这个词用的 我觉得说就是我微信密码啊 还有都是指纹解锁 他全部都知道 你动钱的话可以 起码你在我没需要之前 你跟我说一声 连人说一声都不说一声 第二天早起来 我还得自己翻 那个微信的转账记录 我才看着 你怎么像防贼一样啊 姑娘 我不是防着他 今天假如说你给他100块钱 等到下午的时候 或者晚上 你就会接着电话 你再给我发100 人家没够关 那么我是为了就是 今天早上是吃饭 我坐车啊 这个钱 你这管得也忒紧了吧 是 不管得紧 开公司三天热 请朋友吃饭 朋友过生日 比我媳妇过生日都好 给朋友过生日花600多块钱 给我过生日 就给我买了一个蛋糕花了38 这你也比啊 不是说比 起码就是说对我一个态度都没有 你经常从你媳妇那儿偷偷地拿钱吗 我这词我说的我都憋嘴你知道吗 没这么问的 也不得 反正有时候他不 你一个月花多少钱 一个月也就是一千多吧 你一个月开多少钱 你一个月开三千 还行啊 手不大呀 那一千块钱他都说少了了 背后给他打多些呀 就他没说实话是吧 对 行 这就算花钱大手大脚 最可气的就是他开了公司没给我 隔岸上自己买了一个手机 告诉我是他同事使用的更新的似的 然后告诉我钱放他姐那儿了 我管他姐要钱的时候 他说了这人咋这样呢 没放我这钱怎么还能说放我这呢 都他对我干的事 你撒这个谎干嘛呀 因为我要使那个旧手机是斯拉卡 我先我跟他说了 我说买一个新手机 我怕他不要 然后就撒谎 对 还有别的吗 然后就是我哥家养病期间嘛 人家我上医院检查说了 三个月不能动他 什么病 就是尾巴骨 哦 尾骨摔了啊 因为那个尾骨吧 就是我上医院检查了以后 都可能影响我生育 哦 他可倒好 告我 你得上班 你不上班说他家的人 所有人都瞧不起我 然后另外就是 我要是对他稍微大声说一点话吧 他就说 你都不会对我小声说呀 我小声说话的时候 他一句都听不清 他在干嘛 玩手机 玩游戏是吧 手机那游戏都比我重要 哦 他每次上班回的时候 他要是不顺心的 单位跟同事超市完之后不顺心 他回来得拿我仨活 咋仨呢 就是进屋之后 手机 烟 打好机 都往床上一撇 然后我还得跟保姆是 送他 送不好了 就得说你啊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觉得伺候是怎么伺候啊 具体点 给他做饭 给他打洗脚水 还是干嘛 洗衣服 洗脚 都得是我 洗脚也你媳妇给洗啊 也不怎么让他洗 有时候我累了 就是我自己抱着脚 我累了回去 就是把东西往床上一撇 也不是什么发脾气啥的 这是你们俩的婚后 真实的生活啊 对 我现在就是感觉 就是跟他过日 特别的费劲 你们俩谈了多久 恋爱结的婚啊 谈了多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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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我个人的印象中啊 早婚的失败率是非常高的 你们俩22岁结婚 才一年就闹到了三次提离婚的地步 所以其实本质上 这就是一个缺乏对爱情跟婚姻的认知的问题 你们现在需要通过了解 理解 体谅 体贴 不断磨合才有可能改变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缺乏信任 我信任他 他不信任我 信任是需要相互信任的 为什么钱他不敢名正言顺地找你要 他其实找我要吧 乃斯我都给他 对啊 既然都给了 为什么还造成他要偷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信任一定是相互的 不是你单纯你只信任他 他不信任你 我觉得你对他的信任也是有限的 我再信任他的话 我估计我家里的大部分钱都会被 让他去冲掉游戏里面了 你要再说你会被怼死 不 本身我并不是要劝导你什么 我其实想说这小伙子 你得学习怎么做个丈夫 你好好得上这一课 我希望你们俩通过重新建立信任 找回你们之间的爱情 找回你们之间的亲情 信任就是再次感受到真诚 好吧 这句话送给你们 好 谢谢陈老师 珊娜老师 二位好啊 你俩为啥要结婚呢 为啥呀 我现在就没听明白 为什么要结婚呢 我一直在问我自己 因为你看你们两个人 这婚后的日子过的 真的这日子就 完全让人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死气沉沉 女生 你一直在说你特别委屈 表面上也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表情 但你说了所有的事 我没有觉得一件事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就说那个非常不幸 对你来说人生当中非常不幸的那件事 我觉得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 这话有点严重了 但是我觉得你永远都有理由 就是别人说什么的时候 你永远都有理由在等着 你从来没在你自己身上找过问题 这是你最大的问题 你现在心里之所以不平衡 是因为这个男人在跟你结婚之后 你发现不对 他开始反抗了 我失去了控制他的权力 所以让你开始变得小事上 一直斤斤计较 如果你把你的格局放大一些 你的日子可能就会变得美满幸福一些 如果你把你的格局变大一些 也许那个孩子就不会离你而去 就即使不离我而去的话 他天天回去就是板着一张脸 进屋就是不够好 你也一样啊 包括你说话的语气 语态 面对你这样的表情一样的 所以两个人如果都没想好 结婚之后的日子怎么过 都觉得稀里糊涂就这么过的话 我觉得这日子到现在为止 可以不用往下过了 因为你们一加一小于二 结婚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谢谢 好 谢谢莎达老师 郭红秀 我此刻也确实很恍惚 站在我面前的是两个成年人 但我感觉你们两个真相是未成年人 我们说从恋爱爱情到结婚 它是一个刮手地落水到渠成的过程 而你们两个人的爱情 根本没有成熟 就被你们提前 最后是别人的快乐 对 往往是一块 神的停车 每个人都没看到 好 谢谢 我们的似乎 我们的 grav割 Quant孩子 感情 一些 勇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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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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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